十位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比赛的情况 就是霸州海润蜓蜓球俱乐部队 山东卫桥向上运动 平朝联赛呢 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看到呢 就是无论是赞助商 还是体育搭台经济上戏 以及整个蜓蜓球的比赛过程中的场面 颜色的配备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中国蜓蜓球这个超级联赛 已经成为了世界的联赛的第一品牌 在十年前应该说是 德国的联赛是世界第一品牌 凌比五 凉敬坤也是 河北霸州海润队的一个主力 霸州海润蜓蜓球俱乐部呢 作为河北省目前的 代表河北省的一个队伍 应该说是为河北省整个的 乒乓球的振兴 做了很大的贡献 过去我们知道 在这个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河北乒乓球男队 我印象好像应该是前两名 当时有李景光 西音亭 王门荣 那后来呢 一度呢 也出现过 有一些 向上的状态 但是现在 霸州海润蜓球俱乐部就以河北队的为主 像梁敬坤 范生鹏 宅超以他们为主 来培养自己的人 重新振兴 现在梁敬坤领先六分 山东卫乔 林高远是来自广东的一名优秀的国手 从第一局能看上 就是梁敬坤 从这个整个的技战术体系 还是发球上变化比较多的 那么林高远呢 相对而言呢 一个五位十五多 在一个这个形成相识以后 还是在前三板当中 这个变化还是少一些 比较单一 就十一分球啊 如果五位十五特别多啊 八八八十一分球就没了 三比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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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九 这是著名的尹肖教练 你看梁敬坤这个风格啊 我看有点 就像这个 小胖 有点像小胖 是吧 对 十一比四 这些城市承接了这个比赛以后呢 会带来一个文化上的热点 文化体育的热点 同时呢 他们就可以出一些费用 减少一些费用 比如说像比赛场地啊 像这个电视转播呀等等啊 这样呢就能够使得这个整个俱乐部的运营啊就会更好 一比一 嗯 还有一个就是促进这个乒乓球的各个地方的一些文化 如果经常在一个地方打的话 其他的地方想看呢 也不太合适 没有机会去看 对 这样就可以到现场去亲自观看 嗯 为此我们特别电话 提前采访了八州海人平凡球俱乐部的 董事长韩海峰先生 啊 他说呢 我们的主要任务啊 并不是说花钱买那些高水平的运营员 说这是个方向 那更重要的我们要培养河北的我们自己的运营 啊 另一呢 他说就是我们啊 八州海人平凡球俱乐部也得到了八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们特别感谢啊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们这个队可能也办不到现在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各地啊 各市地啊 应该呢支持这个俱乐部的发展 这本身也是个诚实的重要品牌 他吧 一比四 现在梁立空踏球 漂亮 漂亮 所以八州海润这个队呢 都是一些很年轻的 朝夕蓬勒的一帮年轻女人 但是虽然的名气都不是很大 但是他为什么成绩能表现的这么突出呢 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他们的现在的思想非常统一 嗯 啊 都是奔着一个目标非常团结 战斗力非常强 一个年轻队伍 好的 四比三 你可以看到这个八州海人的梁静坤 啊 和樊振东 在体型上啊 也比较接近 他稍微高一点感觉 是吧 对 但是你看也是很魁梧 但是很魁梧呢 他又不失灵活性 三比五 林高远的典型呢就是属于 啊 灵活性比较好啊 打球比较比较机灵的那种 三比五 三比六 这林高远这个广东选手呢 反手的能力还比较强 他正手的这种命中力和杀伤力 还有正手的这个意识还是差一些 相对而言 而且他关键这个脚下的重心还是相对 跟他的身高的比例来说 重心还是比较高一些 因为你拉球首先你有连续性 你就要重心低 重心低你又感觉移动当中不是很笨重 这个对你的正手的进攻力和命中力很关键 你看球他这种球正常的速度的话 他可以来连可以连续拉 但是如果要是对手要是有一板加强速度的话 他这个正手的这个命中率和威胁性就会下降 这时候就给对方成造机会 伺务率就很高了 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是由中国乒乓球协会 和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联合进行主办 由中式体育进行推广 我们通常的一星期有两场的平朝联赛的现场直播 现在梁敬坤发球 你看他以前就这种节奏上的变化比以前好了很多 梁敬坤 要以前就会一个暴拧 他就是没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快慢 对 因为乒乓球有的时候得分的需要一个要快慢轻重 和这几项的你首先哪个项目你都可以能得分 就是你要看对手的自己的这种节奏 他的这种缺点来打这个技战术 没错 7比9 刚才梁敬坤两个不该失误的球叫无畏失误 就是比赛中实际的高水平能源的无畏失误率低 是重要的指标 挑打 8比9 如果无畏失误率低 首先你的思想和精神要稳定 稳定性 不是一惊一乍的 或者说是一会行了一会不行了 必须要稳定 这是高水平的要求 好的 好球 这时候处理的很细腻 控制的非常到位 凌高远是连丢两分 现在发出拳到凌高远一方 你看这种球很明显的 就凌高远这种球 首先你的重心没站稳 你看他的左腿都是支援的 没有下压 胯没有下压 身体就往上一拉 用肩往上一抬 这种球你就是果断的就干净 看他手上狐头 食指和拇指一往上一根 就能带出这种借力 很明显的就能说心理上产生变化 就是你的随着心理上产生变化 你的动作就会产生变化 这是尹肖教练 曾经他带了刘国梁 孔灵辉 所以也是个资深的老教练 现在是他们山东卫桥的主教练 漂亮 刚才林高远是9比7领 先被追回来 现在11比10 又吃了 奥加洛夫世界排名第一 最后给一个中国台北的一个18岁的小将 让2分 最后0比3输给了那个小将 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观看了这个情况以后 我也觉得刺激挺大 我觉得奥加洛夫让7分 让8分都应该赢 但事实上有的时候还不是这么多事 对不是这么多 你让分的时候心理上就会产生变化 是吧 你心理上产生变化的时候 那你技术上就会产生变化 对这个比赛呢是海南省乒乓球协会主办的 我们也特别电话采访了他这个海南省乒乓的主席 黄承坤 他说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业余选手怎么样提供一个舞台 让他能够跟世界名将打球 就这个渠道要提供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对业余选手来讲就是中国梦 他们就是自己的这个梦想实现了 所以呢这些据说现在全国的显然度非常高 好像吉林也积极要要求要办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个乒乓球上创新也比较多 你像过去的随时球王 对 当时也是引起了轰动 那么现在呢更多的单位都开始 你看这次是好像是海南拼鞋和博拼网共同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 也希望呢我们乒乓球的比赛形式多创新 让观众呢看的更有趣味 同时呢让乒乓球的人数全面健身更火爆 这球打到中路 今天呢是大洲海润乒乓球俱乐部的主场 好球 其实梁静坤第二板的这个正手的衔接护卫啊 这衔接的非常好 就是在第三板和第四板的这个衔接球上 林高远的反手质量相对而然是高一些 速度快一些 他就这样说 因为他打公开出来的时候 或者那个当时的前两天的总决赛 你就能体现出来他的反手的这个相持能力 进攻能力非常强 那你怎么减弱就是弧线上你要压低 3比4 落点上是前后的落点 我指的是前后的落点 就是短还是长 这种球让他反手上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他反手就对不上点就很难质量出来 你看这种球 4比4 加油 好球 5比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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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五比五 他球也是比较重 梁静坤打球 梁静坤的现在反手 一定要在第二板和第三板的情况下 一定要主动的变林高远的正手位的大脚斜线 林高远的正手大脚位的护位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你看中正手的还行 就是你把这个反手位的线给林高远拉出去 他这个脚上的动作移动还是相对然差一些 林高远 这种球 这蛙子丢得非常脾气 首先你林高远这个球它就合上力了 你看很转这种球 虽然现在大球吧 但是旋转还是有一定的旋转的 漂亮 七比七 这梁静坤的灵活性非常好 你看刚才他向左边移动的时候 右手突然一下又回了一个球 这就表现了身体的协调性 灵活性 灵敏性非常到位 所以你看这种你看是没有那种强强对话那种感觉 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这种落点上的变化 你就能得分 今天梁静坤应该打的是第一阻力应该 是吧 其实梁静坤其实这球 机会有很大的机会 你看他这个就比刚才那个 第二局那个视频那球好 推过中间第二把衔接了 他这种球如果要站住了 就不用再往后退了 就衔接连续性进攻性就出来了 得分率就有可能很大的机会 那第三把他没有节奏上没有掌握好 9比10 现在梁静坤首先要这个 要落点上要独一点 因为林高远中间的两边的正反守位 站在那 你还是能力上相持当中 还是你一缺点打对方的优点 你怎么都打不过 除非你只能让对方无为失误 产生两三分的得分或三四分的得分 你要想自己主动得分 就是自己独一点 落点上要独一点 插网 9比10 本视频由乒乓网S40加无缝乒乓球 特约播出 对 这种球一定要出去 动作不在于大 但是一定要突然行 这种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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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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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上一局他吃了两到三个人 那一局处理得非常的好 对 所以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梁静坤这个接发球上 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反而林高远吃了一节反应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河北巴州海人队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继续为河北争光 1比0 今天呢是在定兴 河北定兴来举行这次比赛 也是巴州海人的主场 1比1 你看刚刚这种球 就是一拧拉完梁静坤一靠 这种球如果要动得小 速度加快一点 啪斜线出去 2比1 林高远又可能这球就丢掉了 几分球 看这纸板横打之后 这个反手拧拉 好像又是一项技术发明 对 就这个 1比3 现在这个球迷都写着运动员的名字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说明他们开始关注每一个运动员 2比3 2比3 3比3 相吃能力谁强制呢 整体的来说 按过去来说呢 就是你主要看这个速度和节奏上的这个变化 相吃就知道谁想 他没有真正的强者 但是在这个相吃转换 尤其前三板的时候 就知道相吃当中谁更加主动一些了 按实力上来说呢 林高远可能相吃上更加突出一些 在梁静坤的这个相吃能力也很强 好球变化上的这种 节奏上的变化得分 因为往往这种球 你看这种球 它不是举驾 往前一蹭 弧线下掉 其实这种球非常是好球 但是落点上一定要更加明显一些 更加主动一些 6比4 这种无畏失误的就是 没有没有 这种球没有目的性 所以你是落点上 还是弧线上 还是身体上 都没有目的性 自己没有要求 这两个球就很忙碌的失分了 4比9 现在林高远的这个无畏失误相对少 漂亮 10比4 这球打得非常轻快 这种球就有突然性 11比4 现在球变大了 突然性比真正的 你发出来的真正的力量 特点 这些再换换 打自己的自己的优势 所以技战术已经有明显的认识了 对 好 现在林高远发球 漂亮 梁静坤的上手 虽然现在准确性 好像前面不如这个 林高远高 但是可以看到 它的力量 速度 质量还是比林高远要高 上手比较狠 出手比较重 又吃一个 1比1 这个球前头已经吃了不少了 韩志伍你跟林高远打过没有 打过 打过你觉得 它这个逆旋转发球 是不好接吗 那我左手就好接一点 左手就好接一点 对 漂亮 1比2 我们介绍了 学生局打7分 我觉得现在梁静坤 这几分要做的就是 能进攻的球 不要去防守 我觉得他现在防守的意识太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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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3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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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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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4 3 4 3 4 3 3 4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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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5 4 4 5 5 4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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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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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6 5